假人参又名土人参 主要是它的根部蓬大 壮丝人参 而且根部也有人参味 因而得名 它是马齿线科 假人参属 难怪肥厚的叶片同于马齿线 只不过厚着有三味 假人参没有 其口感黏滑 吃起来的口感和滋味 与前一集介绍的川七雷同 是非常好吃的野菜 在台湾野菜有一般食用它的叶片 但对岸有些少数民族 将它当成人参食用 为了养大它的根部 它们会种三年 等它的根部长得够大再采收 用来蹲鸡或排骨 听说吃起来一派人参鸡的风味 至于假人参是否具有 同于人参的营养价值 我就说不上来了 挖几株给大家看看 哦哦 断了 我再挖一株 哦哦 又断了 哦哦 又断了 哦哦 又断了 地下都是小石头 不好挖 这一株看起来就像人参了 但还不够大 还要再养 算了 我三年后再回来采收 到时候就有人参鸡吃了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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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喔 啊 嗯 嗯 布 嗯 噢 啊 噢オ 夾仁森叶很容易熟 不要煮太久 煮烂就没口感了 我比较懒惰 这次用的是市售现成的 展倒走 涌开 搜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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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j出 搜制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